跟大家分享一個有關性能提升方案 可能要注意的小地方喔 本人在9月中已經取消免費適用性能提升方案 現在是9月底 可是取消之後還會有性能提升方案喔 你的伺服器的電能還是會出現這個 Sport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性能提升方案還在進行中 所以到底這個代表什麼勒 可能會要收費 我後來去看那個手機上的APP 發現上面有很多小字 他上面說到會因為我在9月中取消 然後他說到9月30號會開始停止性能提升方案 所以從9月15 9月中到9月底 不曉得這一段期間會不會要收費 還是他免費送給你 這個是有待觀察的 因為本人是從8月中免費適用性能提升方案到9月中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一點 那如果會要收費我再跟大家報告 好的